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7月23号,2022年7月23号的Taira Talk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呢是由严子齐来给大家演讲 那他会讲这个,他的演讲标题是用单体复行做网络的资料分析 那子齐是这个科罗拉多大学电脑科学系的博士候选人 然后他的研究兴趣是复杂系统,然后开发统计与过普学的方法 来看这些复杂的数据里的结构 然后探讨这个数据、模型、演算法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两年前在Taira又有一场演讲 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子齐好吗 好,嗨,大家好 谢谢主持人Jason的介绍 然后也谢谢Taira设计了这个平台 让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研究 那我现在先share我的screen 那我就开始了 我的题目是用单体复行做网络的资料分析 那这个网络不是Internet 这个网络是指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具有很多节点跟节点之间的interaction 有一些有一些作用 然后这样子一个结构这样 然后 英文叫做network 那主要的内容是来自于我去年写的一篇paper 然后列在那边 那 这一个slide我 花了蛮多时间把所有的reference都列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在 请问大家看得到我的滑鼠吗 可以 好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载我的slide 但是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到这个演讲的话 麻烦到我个人网站去 因为这个链接以后不会一直存在 然后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会需要更新 但是我的这个slide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reference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箭头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到 我到底是指哪一篇paper这样 那 所以 什么是网络的资料分析呢 是 这个领域常常会问一些 这个领域常常问的问题是从数据出发 就是 复杂系统里面的数据 然后数据可以是比如说脑科学数据 比如说我们 做脑的噪影 然后脑可能有些脑区 然后把脑区当作是一个 一个一个节点 那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刺激那可能就有不同的脑区会有 同时就亮起来 同时 同时有作用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那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网络 那 我们就可以问 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不同刺激下的网络 不同刺激下的那个脑区之间的结构 脑区之间作用 形成了网络的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等等的 那比如说像 生态系统我们可以想象是 如果我们把每一种生物 然后生物之间 可能谁吃谁 然后就一个食物链 那这也是一个网络 链的话是一个 树 但是如果是一个网络的话 就是一个食物网 那 其他的类型像是我们 平常 在看 在上网 然后就是不同的网页之间也是 形成一个网络 然后我们旅行我们去各种不同的地方 也形成一个网络这样 或是人际之间的网络 那 这些网络 这篇文章是一个 说明说 就是 在描述这些复杂系统的时候 怎么样 要选择正确的模型 因为有些作用 两两 有些作用力它可能是两两之间作用的像 像是数学上一个图 就像这样 一个点跟另外点之间都是两两个有作用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 刚才说的那个脑区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刺激可能是有 三个不同区的脑区 同时亮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有三个点互相作用 那 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适合用 所谓的 Higher Order Network Analysis 来描述 所以 这篇文章说了一些 不同的 数据怎么样 可能 怎么样会有一些 Higher Order的一个事情在里面 然后 要选择怎样的模型 等等 那 我今天 的 这个报告会 主要着重在 这个单体复兴 叫做 Simpical Complex 对了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断我 好 然后不晓得大家听到 Network Science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东西 然后 这是一个 最近新出的一本书 然后他 最后一个章节在讲 在讲 就是Network Science 怎么样往前看 这样他就整理了 最近20年的一些 不同的领域 就是这里面的职领域 然后他们 Paper数量 然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 跟传染病有关的 传染病当然是一个跟 网路有关的一个事情 那在 在这一两年 有很多 那 我今天要讲工作 比较是在这个高阶的 网路上面就是Hypergraph 或是 Simpical Complex上面 就 最近比较多 但没有像 这个 Epidemics那么多 那 同样的这种 数啊其实有很多 所以 大家有兴趣可以 去找来看 然后 我自己跟 成功大学统计系的 李正德老师 也有翻译了一本小书 然后这也是一个可以点进去的链接 可以 是中文的 然后有附很多例子 大家可以 点进去来看 那 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想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我是有两个老师指导的 Josh跟Dan 然后他们 我自己是Communal Science的 然后但是他们 分别有在Math跟 跟Biology有 有涉略 这样 那 还要特别谢谢这一篇paper的 Authers 尤其是 Jonga 跟Aletric 因为 我是在跟他们两个通信之后 我才知道说 他们做了这篇文章有一个 有一个open problem 然后 所以我才开始做这个open problem 好 好 那 现在要讲 就是我刚才说了 有一些 有一些 描述 复杂系统的方法 然后 我尝试列 我尝试的把它分成三种类型 Graph 然后或是这个 Hypergraph 或是这个Synthesial Complex 这样 那 这三种东西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模型的选择 就是 你看到什么数据 你可以选择 你要用 哪一种模型 然后你用那种模型 可能就 获得了 用的那种模型的好处 但也可能失去了 其他的一些性质 这样 那 这是一篇很好的paper 讲说 应该要用 什么样的时候应该要用怎样的数据 那 假如说呢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是 就是作者跟他们发的paper的数据 所以他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有哪些paper是哪些作者发的 这样 那这个数据呢 他 他的那个 input是确定的 就是 我知道我有哪些author 在 在我的数据里面 但是呢 因为我想要问的问题的不同 我就可以有不同的 数据的表示 数据的representation 比如说我可以问说 这两两个作者有没有一起写 写过paper呢 那这就是你选 两个人 然后他们有写paper的话 就把他连一个边 那这时候你就会拿到这样的数据 就看 1跟2有没有写paper 然后有 写上去 2跟4 也有写paper 然后这里有很多 比如说1跟2 2跟3 还有1跟3也都有 1跟2 2跟3 1跟3 然后3跟4 这样 那这样的数据是一个 数据上的图 就是一个graph 那 你还可以问的比较精细一点 比如说你说 到底这些人有没有 就是 写paper 所以 这时候呢就是 有一个东西叫做HyperEdge 就是Edge的延伸版 叫HyperEdge 因为在Edge里面 你一定要选 两个点 但是在HyperEdge里面可以选一个点 那这时候呢就是选 其实就是4篇paper你就选4个 12 24 然后123 因为现在是 Hypergraph所以你也可以选进来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Hypergraph 你也可以用Sympitial Complex来描述 这个Sympitial Complex来描述的话 他是问说 就 比较粗略的问说 这些人有没有一起写过一遍paper 所以这时候他其实跟Hypergraph很像 他就是 选一个人 起来然后 叫做 一个Symplex 可是 这个Sympitial Complex Sympitial Complex在数学上有个定义 他的定义是说呢 你 选了一个 Sympitial Complex之后 你要把 所有比他还小的 所有比他还小的Sympitial Complex都包含在这个 这个Sympitial Complex里面 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我选了123 比如说123这个 这一个 大家写paper这事情当作是一个 一个Sympitial Complex 那在这个数据里面我就一定要包含122313然后123这样 数学上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如果有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 他在这个Sympitial Complex的表示下会变成是 有这么多的 所有可能的东西都在里面 2 4123 3 4 2自己 4自己 1自己 3自己 然后 1323 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 很 很大的一个 construct 然后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定义就是所有的小比他小的substates都要必须包含在里面 那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用 最大的Sympitial Complex 然后 我们把它叫做facets 来表示一个 Sympitial Complex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看起来很多的这个 这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选 123 因为123看起来很大 那你选了123之后 自动就包含了121323嘛 所以其实有一些你就可以 不要 不要选进来 这样 然后24就会少掉10 还有30 这样 所以事实上如果 这个数据你想要用Sympitial Complex来表示 表示的话 你其实只需要说 这三个 这三个facets就好了 那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拿到一个像这样的 一个 一个 表示 这样 那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工作 比较有关的 有一些其他的 专用名词叫做 Degree Sequence 或是度分布 然后或是Syte Sequence 尺寸分布 我不太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翻 我觉得我会用Syte Sequence 是什么意思呢 Degree Sequence是说呢 如果我们以图的例子来看的话 Degree Sequence是说 每一个点它到底 连到多少个邻居 比如说这个点连到2 然后这个点连到三个邻居 所以这个 三二 三二 这四个数字就构成了 这个图的Degree Sequence 这个顺序是不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 但是 这个事情如果在这个Syte Sequence 的世界的话我会变成是 1222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 A1这个作者呢 它 只有连接到一个边 就是123这个边 所以呢 它就是 1 等于是有一只手连出去而已 然后像 这个A2这个作者 它 有连到了 这个 这个 123这个 Symplex 跟 24这个Symplex 所以它的Degree Sequence 是 它的Degree是2 以上说的是定义 就是 关于这个 怎么样在一个Sympitial Complex上面说 它的Degree Sympitial Complex是什么的定义 那 相关的还有一个词叫做Syte Sequence 就是说呢 它每一个边 到底 就是它每一个Interaction到底它的 大小是多少 其实我这边应该要列出 因为这个是图 这个图 每一个图都是 它的Interaction都是两两格构成的 所以 这个图就是有几个边就有几个2 比如说就是 2 2 2 就是5个 构成了这个Syte Sequence 这样 那如果是Hyper Graph的话 变成是3 因为这里有一个 123构成的Interaction 3222 那同样的在 Sympitial Complex 因为我现在有三个 3个Facets 所以它就是322 好 那 目前的定义有问题吗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工作呢 虽然我会穿插很多其他相关的资讯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 我要 我的工作呢是 假如说我被人家给定了 两组Sequence 一组呢是 2221 然后另外一组呢是322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两组 整数的序列 来找到一个 Sympitial Complex 使得它的 度分布跟 这个 尺寸分布刚好是我刚才给定的这两个 序列 那 并不是所有的 整数序列都可以 找到一个这样的结构可以 可以互相对应 那这时候我就会说我找不到 然后如果可以找到那就 就很好 我会说为什么会很好 好 那 所以呢我们 对我进入下一张投影片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好像 这个Sympitial Complex 因为它 所有的那个小的subsets都要包含进去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但它其实是有一些 好处的 就是这是我的第1个 第1个interlude 就是 穿插进来 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的 有怎样好处呢 是因为呢 有一个领域叫做 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 它可以 用我包含进来的这些 比较小的subsets 然后来 算出 这个数据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它有 几个洞 几个 拿到数据之后怎么样 定义它的 怎么样定义 找一个方式来描述它然后描述它之后呢要找出它有几个洞 这样子我们可以区分这些数据有什么样的差别 例子呢像是 比如说我知道 比如说我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paper然后它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在 每个州里面的一些小的菌 然后他们可能 不同的菌它可能投红色或投蓝色 这样那 我是不是可以用 拓步学的方法找到说 是不是有些 特别结构是比如说一片蓝海之中其实可能有一些 红色的菌它是 特别喜欢 投共和党 那或是就是分析说这个 所有的paper构成的这个数据有怎样的 形状 对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TDA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它 有非常非常多 的 Talk跟Tayra一样然后 请人来分享分享之后放在YouTube 然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 用TDA来研究 奇奇怪怪的数据的一些例子 那我在这边讲的例子可以从这个paper里面找到reference 其他 跟这个 Topology有关的是 把 刚才说的那种图上面发生的现象因为图 的关系我限制这个interaction必须是 Pairwise的 然后延伸到 不只是Pairwise可能是三个四个以上构成的 那 他会有一些例子 我没有办法在 很短时间内 讲完就是说他们到底有哪些有趣的例子 但大部分的时候呢是 以往在graph的世界里面他会有一些dynamical model 他会说 比如说有两两个agent他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会 会有什么样的interaction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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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nion model 假如说我想要买一只手表 然后可是我不确定我要买什么牌子的 然后我每次呢我就看一下我作为的朋友 他们都带什么牌子的手表 然后来决定 就是一个majority vote 来决定我 应该要买什么样的牌子 这种 这是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他里面 主要的 主要的component是 你要看你的朋友 就是两两之间的作用 那有很多这种两两之间的作用的模型 被人家延伸到 超过两个以上的 作用 然后会 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所以 这是 有些相关的papers 都跟 这个数据的topology有关 好 那回到我原本的主题 我刚才介绍了 我刚才介绍了degree and size sequence 那 这两个东西是用来 描述一个 sintificial complex的结构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他们感兴趣呢 因为呢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很local的 就是 比如说我想要回到 刚才这边 可以回来吗 他都是些local structure 就是 我不用知道我全部 全部的数据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只要知道 这个人他周围有几个 几个边 然后或是说 然后这个 三个人构成了一个群体 这是一个local structure 然后 我们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 这些local structure可能跟他们 整个数据要共同 做一件事情 有关系 所以我们想要把他们 之间的连结建立起来 那 这件事情呢在 因为我常常想要讲对比嘛 就是我现在在sympitial complex的世界 然后在graph的世界里面 大家是这么样子的 在问问题的 在graph的世界里面有一种模型 叫做configuration model 他的意思是说呢 今天我给定了一个graph 那我知道这个graph里面的 degree sequence 是 就是算告诉我每一个 点他有几个 几个邻居 这样 那这个degree sequence 他是一个很local的一个资讯 那有时候呢 这个网络他可能有一些 他可能有一些性质 是我不确定他到底有多特殊 或是说他到底跟这个local的这个degree有多大的关联 所以呢我可以用configuration model 把这个网络 随机化 就是随机成很多 很多不同的网络 可是呢我要求这些不同网络 他们的degree sequence都跟我观测到的那个是一样的 这样 那我再去问说 在各的不同的网络里面 我在意的那个性质 形成的分布 跟我实际上观测的这个数据的分布 实际上观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值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如果有差别的话呢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 我观测到的网络可能在这个degree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超过degree sequence 特别的地方 需要被解释 一个例子呢 是 是这样子 就是呢 这是一个 Barn Spiral 一种鸟 然后呢 大家觉得 它的颜色跟它 之间交配的繁殖率有 有关系 但是 大家不确定是怎样的关系 那 他们做实验 把这个鸟上面装sensor 然后看鸟在一个空间 飞 然后 飞一飞如果他们靠近的话 他就会连一个边 然后形成一个网络 这样 那 在这个网络里面呢 他们就去算 说 因为他知道 每个鸟的颜色 然后他也知道 不同颜色 他们之间 有没有interaction 所以他们就 做出这个网络之后 他们就算 他们 之间的那个 跟颜色有关的correlation 然后 就 获得这个 这个虚线这个部分 这样 那 同时呢 这篇paper呢 也拿了这个数据 然后把 他们观测到这个网络 随机化 然后 每一个随机化的component 都算了一次这个 pearson correlation 然后得到一个分布 然后所以 这条是来自于这个数据 观测到的 然后这条是来自于 这个分布是来自于 你随机化的 那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其实 没什么差别 这样 所以呢 你不会觉得 所以在这里好像是 你不会觉得说 你这个 color color correlation 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多过于 degree degrees可以解释的 相应的假如说我观测到另外一个数据 他可能 他的correlation非常的低 比如说 假如说 我不知道 假如说有另外一个数据然后你观测他的color color correlation 结果是入在这里 那你这样你就会问说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我现在观测到的数据跟这个randomize之后的这个数据 比起来他的correlation特别的低 然后因为 这个randomization是跟degree有关的你就会 你会知道说 这时候 他里面应该有一些是超过degree 可以 超过degree的事情 扮演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 要去问说为什么 这样 目前为止有问题吗 我问一下 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例子 中间的那个图啊 他的上面的数字是 他连了几条线吗 还是什么 上面的数字应该是他 那个鸟的编号 OK鸟的编号 然后 初戏的话应该是他有几次的interaction OK 然后 灰色和白色的意思是他们的color OK 然后右边这个图是 怎么做出来的 可以再 我刚没有听懂 可以再讲一次吗 我们 观测到了这个图之后 我们观测到这个图之后 我们也有他的color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算他的color color correlation 然后 我们算出一个数字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 到底是有没有很特别 这样 所以呢 他们呢 他们呢 就 说呢 那我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网络随机化 找到很多 跟他 结构不一样 可是degree sequence 一样的其他网络 然后在上面呢 算他的 correlation 然后得到了一个分布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问说 到底我观测到的这个数据的correlation 有没有比较特别 OK 然后这个有没有比较特别是 啊 是跟 是跟我这时候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网络给随机化有关的 那这时候他是固定了他的 他的degree 就是 固定了他每一个 每一只鸟他到底跟其他几只鸟 interaction 然后固定了之后有很多其他不同结构 然后问说 我观测到这个 是不是特别的 这样的 OK 所以 这个例子中间 反正 反正做这件事情 statistically是OK的 但是 你的 你的 意思是说 你要找到 就是同样degrade sequence的图 这件事情 是 图论里面需要研究的事情 这个节目是这样吗 对 这篇paper就是 提出了一个 configuration model 可以把一个网络给随机化 然后他举出一个例子说 你可以随机化之后 这个ensemble就可以用来做统计上的一些测试 OK 了解 OK 好谢谢 所以 所以如果只有看这篇paper的话 你可能会只得到一个pearson correlation 然后可是你不太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为了要知道他的特别地方 我想要 把原本的数据 固定了几个参数 然后 做出一个ensemble 然后来看看在这个ensemble里面 所有的 里面的pearson correlation 是不是 就是我观测到数据到底是有多特别 到底特不特别这件事情其实也取决于 我 我怀疑他跟 我怀疑他跟什么样的参数有关 比如说现在要是 我怀疑说这个pearson correlation 可能跟 度分布有关 可能跟degrade distribution有关 所以我才故意的把它固定之后 来看看这个分布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落在里面或落在外面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然后呢 然后呢 刚才是一个例子就是 我想要 我想要 举一个例子是 local structure 以 刚才那个鸟的例子就是 鸟到底跟几个其他的鸟有 interaction 然后以及他的 global property是那篇生物的paper研究的 他的繁殖率可能跟颜色有关 那 这是一个 global跟local可能有关的一个 例子在某个数据里面 那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 假如说我 只拿到 degrade sequence之后 我能不能够从他来 生成一个网络 如果我可以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来回答 很多有趣的问题 分别是在结构上的 以及在 在 就是动动态上的 例如说 我觉得这个 比较 domain specific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再点进去看 这个 这个link 但是呢 这边呢 想要说的事情是说呢 大家会怀疑说 大家会怀疑说 我能不能够从一个local的资讯 生成一个结构 以及这个结构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 如果你不能够 生成他的话 比如说我拿到一个 degree sequence 我不知道怎么生成一个network 的话 那你就根本没有办法 谈说 在这个network上面要有什么样的 结构是特别的 这样 所以 能够建立起这个link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然后 这是structure 然后第2个dynamical 的意思是说呢 我不是传染病专家 但是拿传染病的例子来讲的话 假如说 因为我们知道传染病有时候传得很快 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平常的生活中有机会一次接触 好几百人 这样 但这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可是 在这个人际网络的这个数据里面 就是有特定的几个人 他的degree非常的大 在这样的一个数据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呢 为什么传染病会传染的特别的快呢 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生成这个结构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会需要有模型 说呢 假如说 我要生成一个网络 然后这个网络他的 degree的分布呢 是很 很heavy tail 就是 你看他的 你画一个分布 然后 说 生活中只有一个朋友的有几个人 然后有两个朋友的几个人 跟 生活中有一千个朋友的有几个人 这是一个degree的分布 那 你要从这个分布里面去生成一个结构 然后你才可以在上面那个结构 在那个结构上面去跑传染病的模型 那所以说 能够有办法 从local的资讯生成一个结构 也是重要的 因为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一些实验 对 所以这是 我提供的一些motivation 关于我要讲的这个工作 那 再深入一点进入主题呢 是说呢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local的东西就是degrees 然后我们有 观测到一些数据 通常的你观测到数据之后 你要拿到degrees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 你知道 你有一个 你教课你有一个班级有30个人 然后你就去问每个人他有 你觉得 在这个班上他的朋友是哪些人 这样 那 你就拿到一个 这个班级的 朋友的网络 那你要从这个朋友网络里面去拿到 他的degrees 其实很简单 就去拿每一个人 看然后看他周围有几个朋友 这样就好了 对 这个方向通常是比较简单的 那 可是反过来是比较难的 就是你要怎么样 只跟我讲 每个朋友 比如说这个班有有30个人 然后你给我一个 你给我30个大于0的数字 然后你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网络 这个反过来问是比较难 那相应的是呢 如果你要 拿到这个网络之后 你要把它随机化 找到一个ensemble 使得这个ensemble里面的每一个网络 他都有一模一样的 degree sequence 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 我列出来的就是 大家的工作 然后都可以点进去看 那比较近一点呢 就是 你拿到一个sympitial complex 怎么样把它随机化 使得这个随机化的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 sympitial complex 他们都具有一模一样的 degree跟size sequence 那这个 ypvp17 2017就是 刚才 所启发我的那篇paper 那 为什么这个问题是 同样的事情是在hypergraph会出现 那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工作呢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这篇paper里面 他们提出的是一个 随机化一个结构的方法 然后他们去 说明说 他们这样子随机化之后 可以 可以 explore 所有可能的 所有可能的space 这样 他有一些数学的argument在里面 可是呢 这个方法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数据在那边 然后你才可以把那个数据给随机化 这样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回答一些问题 像是 今天我想要有一个比较 理论方面的 degree跟side sequence 那 我想要知道说 比如说我的degree跟side sequence 他们都是刚才说那种heavy tailed 那种 那种结构 那我能不能够用它来生成一个 一个数据 然后再把它随机化 然后 如果没有 我这边paper的话是 就是不容易做到他们只能够去 随机的尝试说能不能够从这个 input sequence来找到一个数据然后再把它随机化 所以呢 我的工作是一个演算法的一个工作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我还是不太懂 就是 随机化跟这个找到一个 找到 就是 一个 我的了解是 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给定 一个degree sequence 然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图 它 符合这个degree sequence 这个是 你画绿色的线这个地方吗 是吗 如果只是图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 对不起 找到一个 symplicial complex data 对啊如果 如果是symplicial complex data 就是我这个绿色的地方 然后你是只要找到一个就好了吗 还是说 你只 OK 你只要找到一个就好了 原因是因为我找到这个之后 我就可以用 这边的方法把它随机化 那在统计上就有用了 OK 但是那个随机化跟这个件事情有什么 不一样 就是 我的了解是 随机化你不也是 要从 就是你 你给定一个symplicial complex data 那你就已经知道degree了 degree sequence 所以你就等于是从degree sequence 到 随机化 你要找到 你等于要找到很多个图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 这些随机化的演算法要可以用的话 它必须要有个结构 如果你只有给我 两个整数序列的话 我是不能够去比如说去swap它的 它的边 然后来改变它的结构的 哦 所以这个随机化的过程是你要先 给定一个结构 然后它可能做一些swap什么东西的 然后把它变成 一样degree的图 对 所谓的一个结构就是像 动画 像这种东西 我必须要先给我一个结构 然后我才可以用 随机化的算法 它随机化的算法 随机化的算法通常都是跟 跟swap边有关 比如说把 两两个边swap 然后swap的同时 保持保持他们的deque是不变的 OK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结构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办法做 就是这边这些事情 OK所以绿色的线等于是说我要找到第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来随机化 对对对 OK好了解好谢谢 好太好了 那我发现我的时间好像不太够 我要 讲快点 但是我可能会跳 跳过一些slides 我还是希望可以 在一个小时左右讲完 那 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问题呢 被人家证明说它是一个 MP complete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在做研究 发现一个问题 被证明MP complete的话 通常告诉你说 你其实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演算法它是 可以 完全的 有效的有用的 这样 那就 就很可惜啊 可是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 by the way 就是 就是这件事情 测试 两个整数序列 能不能够找到一个 Synthficial complete 这件事情 应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那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呢 我那时候就真的去 画图 就好像在做那个速读一样 就是呢 我就画 最后我就用Excel在做研究 就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变成这样子 比如说呢 我给定两个整数序列 一个是 4 3 3 2 2 1 这是它的 degree的序列在这里 然后我给定另外一个整数序列 叫做它的Size序列叫做33333 那我的目标呢就是 在这个矩阵里面啊 填0或是1 使得 它的这个 每一个column加起来刚好是 4 这个加起来要刚好是3 每一个raw 加起来要刚好是3 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让这个问题变得困难的一个 条件 变得困难的一个限制 就是呢 任两个raw 它们不能 不能 不能有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subset 这件事情 这是来自于刚才说的SIMPITIO COMPLEX的定义 就是 我希望我在这里表示的这些 结构都已经是 最大的SIMPITIO COMPLEX 那 我就不能够 在这里也填111 所以这时候我就只能填111 然后跳一个变成1 这样所以这两个才不会互相是彼此的subset 那假如说 假如说呢 这一行我只 只需要填两个1的话 我也不能够填 比如说11 因为这样11 就会被上面这个111给包进去了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 试了很多这种 填1的 填1跟0的方法 然后加一加看看能不能够加到 他们给定的这个数字 那刚才说的那个 限制条件就是让这个问题困难的原因 可是我发现呢 有一些例子它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 如果我这里的 全部都 这个INPUT DEGREE全部都是1的话 那这里有 15 所以我这里就要有15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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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可以这样做 就1 1 1 然后跳一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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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跳一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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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 这样 那我就很容易的创造出一个 一个结构是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 Degree Size Sequence 那 所以呢 我的 这个工作呢是我想到了一个 这个 演算法 它是一个 Heuristic 在电脑科学里面 Heuristic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有一个 规则是 你 演算法的每一步的时候你都要去 遵循的 那 规则都是很local的 可是 就是 很surprisingly 这个规则可以可以用 这样就是一个 Heuristic 没有办法保证它是最好的 但是它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发现说 大部分的 Input Sequence 我都可以用 我等一下会说的演算法来找到一个 instance 使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加一加要是 两边的 Input的这个事情 那我讲完这个演算法之后呢 我就会跳过一些slides 然后来讲我的 我觉得有趣的 Interlude 然后最后就会 Wrapup 这是我演算法 当然我不会 讲这个演算法 但是呢 它的 想法大概是这样 就是 我想要试所有可能的零跟一 可是我在试的时候呢 我不想要随机的试 我希望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这个Input我把它排成是 由大到小排起来 433321 然后 这个另外这个size input 我也是由大到小排起来 排完了之后呢 我就从上面开始往下 填1或0 但是在填的时候呢 我要要求说呢 这个degree大的 要 赶快先碰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 Simplex 所以我要从左边开始慢慢往右下角填 这样 所以呢 我每一次填的时候 这个fascis 都有一个规则说 我要 我希望 degree大的人先 先碰在一起 那 在排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 确定说 by the way 这是一个 就是recursive演算法 看到一个wild在这里 然后 我有一些条件在 在里面 这样 那每一次在 在填这个0跟1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可以算得出来说 有时候我可以知道我这样填0跟1是不是一定是错的 比如说 比如说呢 假如说我在 我这里填完了 然后这里 这里有填一个1 然后 这里呢 再填一个1 那这里就不可能填1了 因为我这里已经有4个1 然后加起来是4了 这样 所以这里如果再填1我就会 就会超过4了 那这时候我就不用去试这个 这里是1的这个条件 如果在这一行的话 所以呢 其实每一行在填的时候有一些 我可以 不要继续往下填的一些条件我可以知道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选项删除 然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点笨的方法 我要真的是把所有可能性都 都都找到 只是呢 这个我在找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特定的顺序的 然后 这篇研究有趣的地方是这个特定的顺序是 竟然是有用的这样 我们也有一些在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我 我填一个然后我最后发现说这条路不同我就会 记录说这条路不同我有一个rejection 那如果太多rejection然后我就会放弃 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然后我不想要就是 把所有可能性都都找到 那 那 那我 我会跳过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是我要做 要做测试就是我希望呢我可以找 所有加起来是13的这个整数序列 各种所以这其实有101个 加起来101个 加起来会是13的整数序列 然后我这是101乘以101所有的可能性 然后我想要去跑 刚才说的那种演算法 然后来看看说他到底每一个组合他到底会不会拿到 一个simplicial 就是拿到一个simplex 当做他的output 或是说我最后放弃了 拿到non-simplicial 那这边呢我想要说的故事是呢其实大部分的 因为这里有个tow是我在算那个我花多少时间 然后我的时间的定义是我到底有几次是倒退了 就是我本来 往一个row一个row往下找 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row我发现没有路了 我要再倒退一格 这样就是backtrack 的数目 然后跟我 被拒绝的数目 被拒绝就是我刚才有一些 很简单的规则 然后我发现这条路不同 就拒绝 那大部分都是 白色或是灰色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input它是简单的 所以这里我要说的其实就是大部分input是简单的 那这张我就要 快点跳过去 那这张主要是在讲说呢就是 这件事情 可以scale up 到 加起来会是1000 的这种 simplecial complex 刚才是加起来到13而已 现在加起来可以到1000 那 嗯 我还是可以 很快的找到 里面的一些那个 到底是不是simplecial 然后跟 嗯 跟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花的时间 这样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 例子它花的时间都 都蛮少的 就是在poninomium的时间内可以被我算出来 那 所以我就在这里 下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方法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我可以 拿它做 随机的input 就可以拿它来找到一个结构 我可能会 需要放弃一些些 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说 我到底漏掉哪些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难的 但是 如果我这个数字大的话我还是可以 用它来做一些有用的统计上的事情 好 然后 然后 和刚才 所以 这个paper的进展是 讲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有规定说 我在找这个结构的时候我希望 那些degrees大的 朋友多的要自己先聚成一起 聚在一起 这样 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结构 被我 被我找到 所以呢我去算 这个结构里面的 有几个洞 这样 那这是一个 在那个 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里面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 就是 如果有一个simputial complex 我可以 问它有几个洞 这样 那像这样的就是一个洞 在中间 那 这个洞的话 这个洞的数目是用 一种 东西叫做 Betty Numbers来描述 然后它会有各种不同dimension的洞 比如说 Betty 0就是 有它有几个 Connected Component 这里有两个 然后Betty 1 它只有一个 Connected Component 可是它刚好有一个洞 所以 它的Betty 1是1 然后Betty 0是1 H2的话就是更高级的洞 等等 开始 格爱 这边就 调过 因为这边的话 只是要说呢 刚才说的那种 那种 Heuristic 真的会有一些特别的结构 是 被我创造出来 然后 就 也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 科学上没有什么用 但是它是 这个演算法的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特性会 帮助我们找到 很分散的 跟 动很少的 这种结构 那 那 重点呢 其实不是这个结构 长什么样子 而是 我可以 建立一个桥 就是 从 Input 的Integer Sequence 找到一个结构 然后我想要用别人做好的 Randomize的方法 来找到一个ensemble 然后来回答一些问题 这样 这只是做一些 Captalization 就是关于我的演算法的一些 特性 好 然后 为 这不是一个interlude 就是说为什么要算有几个hole 因为 有时候其实知道这个数据有几个hole 是重要的 拿刚才说的那个 脑区的例子来讲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 知道说 正常人的脑在某一些特定刺激下面的这个 结构 的那个洞的数量跟 有 有这种 Axonal dropout 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 的人的脑 的这个结构 这两个 洞的数量会不一样 这是一个 算 算有几个洞 可能会有用的地方 那 其他会有用的地方呢 是 是在 signal processing 讯号处理 这个事情是说 假如说我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观测到的是这些 在一个网络上面 所有的灰色都是一个网络 然后 所有有颜色的就是我观测到的数据 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数据里面 因为我现在很清楚我看到全部的数据 我知道这数据有两个洞 然后 这两个洞在结构上很特别 可是我观测到这个 这个有颜色的这个箭头 我不知道它到底 跟这个洞有什么关系 这样 那 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可以把 这些观测到这个箭头 投影到 两个洞上面 这有点像是 那个 大家学统计的那个PCA 因为PCA会有两个principle component 我可以把它 投影上去 然后看看说它在 这两个不同方向 的资讯是不是跟 可以最大的解释 我观测到的数据 那如果你把这个数据投影上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三条有颜色的线被group在一起 然后另外三条group在一起 然后另外三条group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会被group在一起呢 是因为 任何 在一个group的线 他没有办法 不跳过这个洞 就deform到旁边去 比如说 我固定这两头 然后 想要拉一下这个绳子 我就没办法绕过这个洞 因为我只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 挤来挤去 所以 这是一个可以从 可以从你的数据 然后 拿到一些跟 几何方面的一些有关的 事情的方法 然后 这是 一个 小领域叫做 Signal processing Signal Signal complex 然后我列出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有趣的例子 那 最后呢 这张投影片我要全部跳过去 这张投影片呢 大致上是讲说 我们 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网络 我们只能够看到网络的话 那我们 我们 在意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 就是他的 洞的数量 所以 啊 我们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 intuition 像是比如说这个网络如果越来越密集的话 那 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洞会越来越多 因为就是一个越来越密的网络嘛 所以他的 圈圈 他的洞就越来越多 啊 可是这个intuition并不能够完全carry到 啊 Signal complex里面因为 因为刚才说的那个Signal complex的那个 那个限制 所以呢 他的 他的 刚才说的那个描述刚好反过来就是如果是一个越来越密的 Signal complex的话他的洞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就有一些这种 啊跟结构一些有有关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 好 这是我的结尾slide 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资讯呢是我们现在已经 啊用了这个 我开发的这个方法呢他可以 用来 对 arbitrary的degree side sequence我可以用来找到一个结构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用 啊 别人的 随机化方法随机化一些网络那就可以问统计上一些问题 那 第二个有趣的事情呢是 啊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电脑科学的问题呢他 有一个特性叫做fine grained complexity 这意思是说呢 啊大家如果去 Google MP complete 就会 在他的wikipedia找到这张图 那事实上 在这里面的世界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可能有简单有难这样 所以他是 fine grained complexity 那 啊 我又把 那个演算法写成是一个 Python package 所以 直接打开一个terminal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演算法 那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工作有 啊 有motivate一些问题 就是 刚才说的那个 实际上应该是 in general很难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一个 简单的算法可以 算到里面 啊 就是里面大部分的instant都可以解决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成功呢 啊 啊 就 我还没有办法在那个paper 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 那 剩下的在统计方面呢 是我可以问说 嗯 假如说我 看到一个数据 那我就可以想 啊 这个数据跟他有关的固定了几个参数之后 随机化的这个数据 那 啊 有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我的数据可能会跟 啊 我认为应该要 啊 就是 应该要试的一些 参数 开始有论词 抱歉就是 嗯 我这个数据里面 我有观 我有观察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那我会 啊 希望知道说 啊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趣 所以为了要 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需要随机化一些 部分 这样 那这是一个在统计方面的一些 啊 啊 常问的问题 那 更广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 啊 这是描述复杂 这是一个复杂系统相关的一个 一个 问题吗 那在复杂系统里面我们通常会有一些component就是他的agents 那 啊 刚才说那些local structure都是 比如说我选择我要叫我怎么样的朋友 那这是一个我local做的选择 但我最后 啊 人际社会是一个global的事情 这样 那在不同的数据 是不是有一些啊 我们可以问的 嗯 local跟global之间的链接 好 那 啊 这是我列出 我觉得 有用的reference 然后因为 今天的主题是 啊 比较跟higher order的network有关 所以这几篇文章都是跟 就是一些technical设备 然后呢 刚才说到一些 给定一个数据怎么样算这个数据里面的拓扑结构 啊有三个有用的 啊link可以参考 那啊 啊我觉得这个领域是network science的领域然后 啊 他有一些communities比如说这个net science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会议 那啊 啊 我自己有在这个 since 这个这个组织里面这样然后 他们每年 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net side 办一些活动 那啊 啊我们有一个slack如果有兴趣加入了可以 写email给我这点进去都可以 有用 那其他的 事情是 有一个women in network science的seminar 那 很像Tera Tera 那里面就是会有一些 跟network science有关的 talk 那相应的还有这个diversify net science symposium 好 我讲完了 谢谢 好 谢谢紫琪 那我们可以 打开麦克风鼓掌一下 那 这边听众有没有问题呢 我这边有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提问 请问 我开一下麦克风 主办主办人然后紫琪你好我是众议院社会所的李轩卫 上次就有听过紫琪的演讲 真的是两年前 然后还是一样精彩 就是很谢谢紫琪的分享 那因为我们有做 跟紫琪今天讲的主题 还有order network相关的研究 所以就听到这个就觉得非常兴奋看能不能用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上面 那有几个问题想要跟紫琪请教一下 就是大概三个 实数的或者是 几种值的 0 0.51 0123 或者是你可以是sign 你可以是正负号 不同的 Edge 那你的Edge也可以有方向性 你可以 指向不同的地方 那你现在用的这个演算法 有没有想过说以后可以推广到不同的 node type 或Edge type 甚至增加方向性 我不知道这在signplicial complex里面 会不会是一个 重要的延伸方向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很好奇就是 紫琪提的这个演算法 它是你给定一个sequence degree sequence 跟另外一个 我忘了那个名字 但你给定两个sequence 之后你可以推到整个 一个可能的图 甚至未来的方法 可以算数整个ensemble 那如果我今天提给你的 是一个部分的资讯 假设我拿我班级 我收的资料做一个 类比 我班上有 30个同学 假设只有10个同学 填这个资料 然后我们假设他填的资料是完整的 那我能不能 藉由你的方法 算出这10个人给的资料当中 这可能是你背后的 可能是你这个文章没有处理到 但是一个 背后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见解 就是 拿这10个人的资料去还原 整个30个人的班上的ensemble 然后这个的信赖程度 是不是值得这样去做 可以帮我 我其实不太知道 这是第二个 如果你只得到部分的观察资讯 你能不能去拆 整个团体的 互动 各种 高阶低阶的互动 是长怎样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最后提到了 那个 Homology 像是 Persistent homology 的确在这个领域上是 发展非常快速的 那 我们在做社会学研究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的洞 你刚刚说 这些洞 我们想说是高阶互动 的洞 在社会学里面的洞 有个叫结构洞 结构洞就是说 两个群体之间 它可能连结的没有这么密 那会有一些关键的枢纽 把两个 比较 不怎么样 有联系的团体联系在一起 然后中间它补足了一个结构洞 那不知道就你的观察 或是你的感觉是 这两种洞 一个是从 Homology来的这种 Homology的洞 跟 Social Science 在Graph上面的这种 叫做Structure Hold 有没有可能有些相关 因为你刚刚说可能 结论也不一定 就是Homology的结论也不一定 图越密 不一定越多越少 那我一直想说这两个 我其实没有想得很通 我想要问问看你的意见 好总之非常精彩的演讲 谢谢你 刚刚那是我三点的提问 谢谢 谢谢Wayne 首先 首先我想要提说 我觉得现在的 因为这些研究都是跟 都是从数据出发 我要有一个数据然后来 来问 我在上面感兴趣问题 我觉得Synthesial Complex的数据 蛮少的 然后 图的比较多 所以呢 其实有一些 研究是怎么样 从一个 观测到图的数据里面去 做统计推论说 其实 比如说三个人他们之间都互相连接 那其实 我们表示他表示成是 三个边 没有比 把他们表示成一个 一起的一个 HyperEdge 还要来的 有有效 统计上有有效 这样 所以有很多这种 怎么样从一个 Pairwise data inferred high-order structure的问题 那 所以 你刚才说的三 你刚才说的问题 我要 refresh 听众 第一个呢是 跟 Attribute有关的 就是 能不能够延展 我刚才说的这个 configuration model的工作 然后 到 今天如果我有一个数据 他 节点可能有 比如说人际网络数据 节点可能有 种族 然后 收入等等的 然后我要 固定他 然后来生成一个 ensemble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会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会回到 Graph 来看 我没有印象 Graph有做相关的 研究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他 因为他 就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其他 统计问题 对我们可以 offline可以 可以谈这个事情 那 然后 然后第2个问题是跟 其实 前两个问题我都 我都不知道 就是第2个问题是 今天假如说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班级有50个人 然后 当然 从 我讲的这个演算法 我可以把它 随机化 那随机化里面的component 随机化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结构我都可以拿他算一个统计性质 去拿到一个分布 这样 那可是 假如说我只有 办法观测到这50个里面的一部分的人 那我怎么样从 这一部分的里面 拿到最多的咨询呢 跟 其实我应该要有了这个分布 拿到最多的咨询呢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 我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在 在graph上面都 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工作 就是只在graph上面的话 对 对 那 那 呃 呃 第三个问题 可能相较比较好回答一点是 呃 所以呃 我听起来那个structural hold 比较像是一个 定 定性的一个定义 对不对 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呃 呃 它是有 有一个明确的 依循的 就是我要 嗯 就是technical是说我要把这个 数据分成不同dimension 然后这个dimension形成一个chain complex 然后chain complex里面 不同的dimension我们之间用 呃 所谓的 boundary map 连接 然后boundary map要形成一些性质 比如说 临近的boundary map相乘之后必须要是0 这样 那因为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数学性质 呃 我才可以在里面去算 动 这样 所以呃 所以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social network 然后我要问说 它上面的动到底跟 structural hold有什么关联的话 我 我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只有看结构好像不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structural动的定义上就已经 包含了一些跟节点有关的tributes 比如说谁是连接两个群体里面最有影响力的 这样 可是如果是 啊 topology 它完全就是数学上的就是 你跟我讲 这个结构是怎么样有几个 三角形 填满的三角形 有几个被填满的两个边 这样 然后去算 所以 topology里面的horma topology里面的hold完全是结构上的 然后可能会跟 跟社会学有关的性质的 structural hold有关 也可能没有关 谢谢 希望我有回答到 我可能在offline 问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感兴趣再丢给你看 好 谢谢 谢谢 你还有问题吗 那我自己可以问个问题吗 就是 你刚提出了一个 一个 的 的演算法 然后 在我看起来 因为我不是 就是我对这个完全不熟 但在我看起来就是 你的演算法看起来是 如果有解 就是 如果这个演算法找到一个解 那你就 你就成功了嘛 那但是 刚刚在你秀的一张图里面 它有那些 就是 no solution的部分 就是那个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 我的 就是我看起来好像你的演算法 并没有算完所有的combination 你怎么知道就是没有解 这是很好的问题 是我跳过 因为有点赶着时间 啊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explore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有设定一个cut off 然后 如果我失败的次数大于那个cut off 我就说没有解 但是有可能我再认真一点算就会有解 就是我等够久的话就会有解 对 但是在你那张图上面没有解的部分 不是 白色的吗 然后白色不是占了大部分吗 哦 原因是因为呢 那张图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加起来等于13的所有可能性 所以 所以在那个例子基本上我全部都 都有explore到 都有explore到 但我的问题是说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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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是说大于80%的的 的问题都会有解 但是 但是 在我看起来好像那个白色部分比其他部分多是是是刚好那个例子不是这样吗 我的claim 我的claim呢是在这个比较大的网路里面是80% OK 都是邮件这样 但是你刚才秀的那个例子网路太小了 然后刚才秀的例子其实可能也是80%但是就是在这个小的这里往上看 然后 有解的话必须要是 simplitial 这是我没有讲的部分 就是 s除以n n是我 因为我 如果这个 加起来这个数目太大的话我就会有超级多的可能性我需要 去找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 选了一个 数字 然后我就 随机的在 所有的可能性面选了这个数字之后一个一个认证的去算 他们到底是不是simplitial 然后这个s除以n呢是 我算出来是simplitial的数目 的比的比例 然后刚才刚才说的那个 加起来要是13的那个例子大概是从这里上来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会期待说 你会期待说大概有 就是小于 就是0.0 0.01 你选定一个size 之后你就会觉得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那个 degree sequence加起来是那个size的那些可能性里面就是 在0.01 是会有找到一个simplitial的 OK OK 然后 我们 我们 说它是 non-simplitial 的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它有一些明显的原因被我 被我拒绝了就是我觉得它不会有simplitial的可能 比如说 我的 比如说我的 比如说我这里全部都是3 加起来是15 可是我这里只有一个15 OK 或者是比如说加起来是15 比如说这里是7 然后这里是8 这里是8 然后这里是7 可是这是8 这里就只有5个啊 你没有办法填 填到8 这种很简单的原因 所以 事实上被我被我拒绝说 是 non-simplitial的 有很多部分是那种很简单的原因 然后 也有蛮多部分是我设的那个cut off 就是我超过时间了我放弃了 然后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就是你后来 有说你的这个 Turistic的演算法 它 通常会找到洞比较少的结构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说之后那个 Randomize的时候你会不会偏向某一种 结构 就是你可能不是完全Randomize你的你的图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 他们 他们做出了 这个Randomization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有在他的paper里面 说明说他觉得 他们做这个Randomization 说 说Explorer这个Space 是 Aergotic 是都连结的 所以可以都找到这样 那 所以 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做测试也没有 我觉得说 就是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数据 然后 从不同出发点 然后看他到底是不是 Explorer 不同的Space 他感觉都是converge到 一个Space 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然后 我没有证据 去说他 就是会 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找到一个就很好了 这样 我会 Egotic的意思是说 所有可能的 所有可能的那些Structure 在 经过某种 Transformation以后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一样的东西吗 然后 但是它可以绕成一整圈就对了 就是所有可能的Structure都是互相连结的 连结的方式是在那种Swap 那种 他们提出来的EdgeSwap 这件事情不会让 所有可能的 Instance 分成两半 了解 OK 所以 用它的那个方法 所有的 所有可能的Structure 都会连在一起 所以你就慢慢跑 你就会跑过整个网络 对 OK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 那个慢慢跑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 就跟互移的耳咖提一个一样 OK 但是 嗯 这个工作就是提供一个出发点 讓人家開始可以從那邊開始Randomize 好,謝謝 這邊還有問題嗎? OK,好,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謝謝紫棋 然後我就把這個錄影關掉囉 好